刹业短发的质感怎么去呈现 下区选择定点放射进行修剪 长度设定的3到4公分 刹区与下区分区的比例 由头型的饱满度来决定 在这位模特厚头型饱满弧度 还不错的情况下 所以我下区的分区点会偏高 利用定点放射进行分分 每一片提拉垂直到头皮 进行去除层次修剪 得到服贴和收紧下区的结果 要想我们的修剪层次两边对称 那每一片提拉的时候 首位平行划分线 提拉的角度一定要垂直 我们头皮进行去除的结果修剪 才能得到细腻的流向 在提拉每一片发片进行修剪的同时 首位一定要契合头型的圆弧度 进行逐渐提升去修剪 这样我们的切口才会圆润 同时在干发修饰的时候 也会更干净更整洁 多数设计师在使用边缘去除方式 进行修剪的时候 吹干之后这里都会有一个剪切口 就是你的切口没有跟随头型去裁剪 那么同时还要去注意前后过渡的时候 我们要定点在耳上点 把耳后以上的头发向耳上点 进行提拉过渡修剪 这样前后层次的过渡才会细腻 也会更自然 同时前后过渡也是收紧头型的宽度 和有效的控制长宽比 更有效的把边缘去除层次和定点放射层次 进行一个衔接和过渡 上去选择圆形堆积层次进行修剪 长度以耳上点的长度落点为引导 在修剪这个区域 我演示了三种剪圆形堆积的方法 每一种修剪的方式 得到的结果和流向以及结构的形体精致度 它是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根据你是什么级别的设计师 同时你的技术段位在什么级别 在选用不同的方法 快但不一定有品质 慢它不一定有效率 选择最适合和最擅长 你去操作的一种方式才最好的 我在这里选择的是 逐渐提拉我们圆形堆积的角度 然后一直去拉到水平进行去角模型 让我们后去圆形堆积有轮廓 但不是立体 有流向 但不是结构的形体 前点区与后区圆形堆积的长度 进行反曲线 进行提拉修剪 切合剪圆润 不需要太有锐度 两区的落点 我们以削刀削完之后 与边角的长度进行重叠 对于经常剪这种偏分的短发视觉 我们要做到跨度要有斜度 柔和度要有流向 落点要和我们的底线有呼应 这样我们的整个短发才会精致性益 在整个湿发裁剪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控好比例 前后区域的跨度和头形的长关比 干发的修饰过程就会变得极其简单 我们主要处理耳后的宽度 以及圆形堆积落点的切口的柔和度 真款短发的风格 我们要去注意整体的质感 我们不要出现特别碎尾和特别薄的边角 以及特别薄的刘海 我们要做到实而不虚 透而不薄的一种视觉 所以在整个裁剪官中 雅剪的使用 只有在湿发的时候 把定点放射区域做了一点根部去除区域 再全部用点刀进行修饰检查 在没有任何造型和吹风的情况下 这款头发已经是非常生物和自然的状态了 而且是非常有质感的 为了让我们的作品拍摄起来会更有视觉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发根移位 和抛物线的一个刘海吹风的技巧 让我们的流向和整体的弧度 和整个头发看起来的风格属性会更强烈 这款简约精致有流向的商业短话送给大家 最后还拍着两种风格 你喜欢哪一种